有一个事实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意到 中国人口14.178亿 不是依然比美欧国家人口总数加起来 还要多吗 不知道有关的媒体记者如何摇身变成了 人口统计学专家和社会学家 得出从何得出中国人口危机说 这个结论呢 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来 在中国发展的几乎每一个关键的阶段 西方的都会对中国做出种种的评判和预测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论调 我们知道的都是各种花样的中国威胁论 或者中国崩溃论 但是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 这样的种种的论调 后来都一一被事实打脸 我们希望热衷于炮制各种论调的人 也能和我们中国人民一样 健康快乐的生活 共同去迎接并且见证 中国梦的实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次命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